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不知道最近歐盟委員會的主席馮德萊恩 是不是看到雷蒙多做華為的代言人 做得太過癮 他自己也很想在我們中國找一個代言人來做 所以他現在就跳出來說到 要對我們中國的電動車進行反補貼調查 他可能以為這樣就可以做到我們中國電動車的代言人 馮德萊恩還說到 如果不對我們中國的電動車進行反製的話 那麼他們歐洲的汽車工業就可能會面臨瓦解 但是如果歐盟真的一意孤行 去對我們中國的電動車進行無理的打壓的話 那麼有可能歐洲的汽車工業是加速了瓦解 稍後回來我們就說一下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有一個小小的呼籲 就是最近收到很多網友都說到 大眼你介紹的那個陳皮月餅 那個優惠是怎樣去換領的 很簡單的 大家現在看到我旁邊 這一張月餅優惠券有我大眼睜頭這張 我們會把它放在社群上 大家可以透過社群下載這張圖片 或者看我們節目的時候出現這張圖片 你就截平它 再不是的話 大家可以WhatsApp給我 93483961 WhatsApp來的時候 著名月餅兩個字 我就會發這張圖片給你 大家拿著這張電子優惠券 去到尖沙咀廣東道的新港中心 找到LG27號鋪 即是現在相中的這間鋪 大家看到我拿著月餅在門口拍了一張照片 而這間鋪正正在新港中心的里寧樓下 亦即是地面那層再下一層 所以如果想換領的朋友 請盡快換領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讚好留言訂閱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以及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的影片 同時間大家也不要錯過今晚星期六 我們香港青年的直播 大家記住晚上十點鐘 就有我們香港青年的直播 我們現在來講講歐盟 說要啟動對我們中國電動車的反補貼調查 還說到調查完之後 就會決定出不出一些懲罰性的關稅 來應對我們中國進口去外國的電動車 在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有很多朋友都感覺到 似乎西方世界要打壓我們中國的電動車 終於都要來了 因為很久之前已經有聲音說到 計我們中國的半導體芯片行業之後 下一個受到西方世界大力打壓的 就會是我們中國的汽車行業 尤其是電動車 也有網民取笑到歐盟主席 馮德萊恩 在他宣布這個對我們中國電動車 展開反補貼調查的行動 他的樣子就似乎眼紅紅 那他眼紅些什麼呢? 是不是眼紅雷蒙多 可以做到我們中國華為的代言人 當然雷蒙多的代言人位置 是沒有錢收的 不過可能在馮德萊恩的心目中 就算沒有錢收 我馮德萊恩也很想做一下 雖然沒有錢收 但起碼有人認識 你看看現在 全中國有誰不認識雷蒙多 但是全中國未必 每個人認識我馮德萊恩 那臭名遠波 都起碼叫做喜賭多 馮德萊恩是否真的這樣想呢? 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歐盟如果因為我們中國 對我們中國的電動車去到進行補貼 所以就說要調查我們的話 其實歐盟都挺不空的 我們先說一說 我們國家對這個電動車的補貼 或者這樣說 我們叫新能源車的補貼 這個補貼政策其實可以追溯到2009年 即是奧運完了之後的那一年 我們國家啟動了一個名叫做 十成千輛哲能與新能源汽車 示範推廣應用工程 這個應用工程開始的時候 不是推行到全國的 是推行到一些試點的城市那裏 對一些公用服務的新能源汽車的消費 進行補貼 直至去到2012年的時候 我們國務院就印發了 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 2012到2020 這一項政策就是對新能源或者叫做節能汽車 明確了國家對他們的構置補貼 直至到2021年年底的時候 那些補貼政策是正式終止的 本來補貼政策裏面就說到 對新能源車的補貼是分開兩類 一類就是混合動力的電車 每一架國家對它補貼4,800元 而純電動車國家對它的補貼 是每一架12,600元 當國家宣布補貼政策危會中止之後 在2022年12月31日之後上排的汽車 是不會拿到這些補貼的 這個大致上就是我們國家對一些新能源汽車的構置補貼 但大家不要以為只是我們中國才會對這些新能源汽車進行補貼 其實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會對這些新能源汽車進行補貼 或者是對這些新能源汽車的產業 因為本身歐盟已經制定了 在2035年之後 他們是不允許再賣燃油車 所以在歐洲來說 其實每一個國家對電動車產業的補貼 大家可能的形式上都不同 有些就會補貼一些建充電裝的公司 增加一些充電位 或者像挪威這些北歐國家 他們的國民如果是把燃油車轉為電動車的話 政府也是免除了它去買車的稅項 但若然說到和我們中國一樣 在買新能源汽車的車價作為補貼的話 其實美國也是 早前美國就出了一個削減通脹法案 這個法案裏也提到 有對電動車的買家作出補貼 而美國政府對他們電動車的補貼是更加厲害的 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純電車的話 我們中國政府的那個叫做國保 即是國家補貼 才是12000多 但美國政府對他們的電動車補貼 新車補貼7500美元 這樣算的話 超過5萬元 那是不是多於我們中國幾倍呢 除了新車之外 美國他們連二手車都有補貼 就是補貼4000美元 但美國的補貼 不是你說買任何一架電動車 你就可以有補貼 他們規定了 電動車的電池裏面 有一半的零部件 要是產自美國加拿大或者墨西哥 美國這些就是貿易保護主義 其實歐盟和韓國都對美國這個措施表達過不滿 只不過歐盟的主席 馮德萊恩他自己對美國沒有不滿 因為馮德萊恩 他下年要爭取在這個歐盟議會那裡 要去連任 他就很想借著反華牌 來打壓我們中國 去為他自己爭取一些政治的資本 本身補貼的這些政策 全世界的國家都會希望透過補貼一些電動車 即是鼓勵自己的國民去買電動車 將燃油車換走它 來增加電動車的使用率 一來可以做到減碳 二來這個世界的趨勢 未來都會是電動車主導 燃油車始終有一天會變成歷史的產物 就好像蒸汽火車頭一樣 這是人類發展一個必然的進程 但是在這個進程未普及的時候 即是電動車未普及到很多人去使用的時候 各個政府都要出一些措施 出一些政策 來鼓勵他們的國民去使用的話 這個是無可厚非的 那為什麼馮德萊恩 就算自己要爭取政治資本也好 都要拿我們中國的電動車來開刀呢? 那撇除了馮德萊恩的政治因素之外 其實他們想打壓我們中國的電動車 是因為他們心裏面的恐慌 因為在上一年2022年 全球的電動車銷量 是達到史無前例的增長 因為全世界加起來 一年裏面是賣超過一千萬部電動車 在2021年的時候 才賣過六百多萬部 所以按照這個數字去看的話 電動車的銷售成長 是增加了55.4% 而且整體乘用車的滲透率來說 是攀升到13% 即換言之一百輛汽車裏面 有十三輛都是電動車 那這個只不過是2022年的數字 咦?那麼大眼? 那就好咯 大家多了用電動車 那為什麼又要打壓我們中國的國產電動車? 那這裡當然是跟我們中國的電動車掘起有關 首先大家看看2022年全球汽車的品牌銷量 頭15名裡面 我們中國是佔了三位 分別就是第11位的吉利 13位的比亞迪 和14位的長安 按照這個圖表來看 不是很大威脅 十名都不入 但是這個汽車銷量表 就是不論燃油車和電動車所有的汽車加起來 那我剛才也說到 未來在汽車這個板塊裡面 燃油車就必定好像蒸氣火車頭一樣 會退出這個歷史的舞台 那未來的天下 就是電動車的天下 然後大家再看看這個表 這個就是2022年 全球純電動車的銷量表 第一位就是美國的Tesla 但是第二位是我們中國的比亞迪 第三位是我們中國的上氣集團 第五位都是我們中國的吉利集團 在頭五位裡面 我們中國佔了三位 這個都只是純電動車的銷量表 大家可能未感受到 我們中國的新能源汽車 給了這個世界的壓力 因為新能源汽車 不只是純電動車那麼簡單 還有插電式的運動汽車 如果這樣算起來 大家再看看這個圖表 這個就是不同類型的 電動車的2022年總銷量 大家看看第一位是誰 就是我們中國的比亞迪 而這個圖表一樣 都是五名之內 我們中國包辦了三名 而且在全世界十大銷量最高的電動車款裡面 雖然美國的Tesla 它的Model Y 是佔據著第一位 但是單單是一個比亞迪集團 已經有六款車上榜了 全世界最好賣的十款車裡面 有六款都是比亞迪 還有最諷刺的就是 這十大暢銷電動車裡面 第二位竟然是一個大家不起眼的牌子 叫做五靈雲光 這架五靈雲光 就不是平時被人笑它殘笑它舊 笑它只能夠載貨的那架五靈雲光 這一架叫做五靈雲光 Mini 細細架滴滴滴滴滴 最便宜五萬元就有交易了 來到2022年 當這個電動車的成績表一出的時候 全世界看著這些數據 就會發現我們中國的電動車 嘩 真是很厲害 有些人當然會想 我們中國的電動車這麼厲害 他們的車企 好像那些歐洲車企 在未來電動車的年代 就會遇上一個非常強勁的對手 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無可否認 我們中國的產品是非常優秀 但是我們的優秀 不是靠打壓別人而來 我們的優秀是靠我們的自強不適而來 就好像以前 未有智能手機的年代 全世界一樣是Lokia Motorola 或者Ericsson幾個牌子 難道我們又想什麼藉口去打壓你們的產品嗎 再說 現在馮德萊恩都開口 有說要對我們中國的電動車去展開補貼的調查 其實就是找個藉口 來把罪名諸加在我們身上 但是這個打壓會不會有效呢 而他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們中國的電動車 是可以掘起得這麼快 電動車就不同普通的燃油車 傳統的車企在燃油車上面 他們的而且確有優勢 人家做了幾十年甚至過八年的企業 一個燃油車最心臟的地方 就是他的來燃機 即是我們俗語所說的引擎 以及他的波箱 大家可以見到 好像BANGS那些 他做引擎的技術是很厲害的 又或者好像福士集團 他們做波箱的技術也很厲害的 雙離合器波箱 但是去到電動車的時候 這些技術優勢 就發揮不到他的作用 因為電動車不是走引擎 亦都不是走波箱 因為電動車裏面 是不會有引擎這件事 不會有來燃機 那沒有來燃機 那本身的動力 由來燃機傳動到汽車那裡的波箱 那就變成沒有用 所以電動車是不需要有來燃機和波箱 而電動車最核心的技術 就是它的電池 再數下去的話 就是一些電動馬達 以及最近一樣東西 就是現在人類對車的應用 逐漸改變了 以前車除了是一個出行代步的產品 還是講求駕駛樂趣 即是駕駛得過癮 講求操控的一件產品 但是未來的汽車講求的是什麼 智能化、自動化 慢慢人類對汽車的追求 操控已經變得不太重要 大家想想 將來的汽車大部份 都可能有自動駕駛的時候 你用慣了自動駕駛 可能很多人都回不了頭 所以我們中國的電動車 在跳過了做內燃機和波箱的技術之後 我們利用我們自己本身 對這個電池技術的優勢 再加上我們對汽車電腦軟件的開發 其實我們中國電動車的優勢 就是可以掌握到未來人類的口味 尤其是剛才我說的銷量榜裡面 為什麼比亞迪可以這麼突出 因為比亞迪本身是一個高度垂直整合的車企 他們是連電池都可以自己研發的 而且比亞迪的電動車 他們裡面的零件很多都是自己製造的 他們的零件自製率是超過75% 這樣的百分比是其他車廠都不會這麼高的 所以比亞迪的生產成本就可以大幅降低 自然在市場上他們的價格就會有優勢 大家作為消費者 沒有理由有便宜的東西不買 去買一些貴的東西 就算不是比亞迪是其他我們中國的電動車廠 他們都會受惠於我們中國的汽車產業鏈完整 所以在中國生產的電動車 可以比起外國的電動車便便宜了大折 而且近年我們中國車企的造車技術 都可以反映出我們中國造的汽車出來的質量 和外國造車出來的品質已經拉近了非常多 以前就說好車就要買歐洲車 但是今時今日不同 很多歐洲車給到你的享受 我們各產車一樣是給到 這些就是別人打壓我們打壓不到的因素 但是當身為德國人的馮德萊恩 要站出來企圖打壓我們中國的電動車的時候 其實他們德國的汽車工會 都是不贊成馮德萊恩的這個舉動 因為德國本身就是一個汽車工業大國 大家聽過的德國牌子也有很多 Benz、保馬、Audi、福士 這些全部都是德國車來的 到處都會見得到 如果他們歐盟 是這樣打壓我們中國的電動車 而引起我們作出反制的話 那麼歐洲車會在我們中國的市場 有什麼變化呢? 首先法國仔 他們的汽車我們中國的市場佔有率 就不高的 所以他們的反應就不算很大 你要打壓中國的電動車 都好 類似這樣 但是德國人就不同了 單單是去年2022年 德國的汽車巨頭 還有寶馬集團 他們全年的總銷量是210萬架 包括寶馬這個牌子和Mini 因為Mini以前是英國車 但是被寶馬收購了 在這210萬的全年總銷量裡面 有79萬是在我們中國市場賣出的 那些零頭已經沒有計算了 佔了寶馬集團總銷售的33% 大家說寶馬願不願意失去我們中國的市場 說79萬部寶馬 我當你不賺得多 每一部賺1萬元 即是每年賺79億 但是如果歐洲打壓我們中國的電動車 那麼我們對歐洲的汽車又作出反制呢? 雖然寶馬在我們中國是有合資廠 勉強來說 寶馬在我們中國生產的汽車 都算是國產的寶馬 但是牌子本身都是外國的 都是歐洲的 不知寶馬在我們中國的銷量這麼厲害 大家以熟能場的Benz一樣 它全年在我們中國 是賣出了超過56萬部 那條數都是粗略地計算的 56萬部我當你每部賺1萬 都是56億的了 更何況它一定是不止每部賺1萬元的 那你說這些德國車企 願不願意見到你歐盟這樣去打壓我們中國的電動車 到時就不是晶片戰爭了 到時可能去到電動車戰爭了 再說如果歐盟這樣去打壓我們中國的電動車 又會直接影響到全球電動車產業鏈的供應 剛才我們就說了 比亞迪在電動車產業上有什麼優勢 另外還有一些在電動車產業上的公司 是非常有優勢的 就像寧德時代一樣 寧德時代是做電池的 而寧德時代所出產的汽車電池 在全球的汽車市佔率裡面 是佔了37% 接近四成的電動車都是我們寧德時代的電池 包括什麼公司呢 剛才說過的寶馬 還有Benz 還有福士集團 福士集團是包括福士這個品牌 以及奧迪的 而寧德時代還有在德國設廠生產電池 難怪之前英國有人說 如果打壓中國的電動車 就不要搞這個電池行業 因為有些人知道 如果他們缺少了我們中國的電池的話 他們外國的車企 在採購電動車的電池上面 就找不到一些便宜的貨 從而 就減低了他們在這個市場上的競爭力 況且最近最熱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們華為 華為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雷蒙多要打壓我們華為 結果我們華為 用幾年時間去做出晶片的突破 大家想想 當時的華為都卡在這個晶片位 但現在是電動車行業 我們似乎差不多任何技術 都可以實現自主 那你還可以打壓我們中國電動車是什麼 你唯有是 不斷向我們中國的電動車 去徵收無理的關稅 但你又打壓不到我們繼續去研發電動車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冯德來欣將來 如果決定要打壓我們中國電動車 打壓我們在歐盟的市場的話 那個打壓的力度 就必定連美國打壓華為的力度一半都沒有 所以這次冯德來欣說到 要對我們中國電動車去作出反補貼的調查 你就儘管去調查 最多調查過後 會向我們徵收一些懲罰性的關稅 但到期時千萬不要出現一個現象 就是就算你們歐盟 向我們中國電動車徵收了懲罰性的關稅 都仍然那些人肯買我們中國電動車的話 那到時 你們那幫要打壓我們中國電動車的西人 就更加是無地自容 我們香港青年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拜拜